张子怡在圈里一直是高情商好人员的代名词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她曾经在录制节目图中大发飙 某次张子怡为孙鸿雷颁奖时 在被主持人问及男友问题时略显不快 尤其是听到说起越南无数时 更是当场翻脸生气提前离席 宁静脾气火爆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也是非常喜欢她这种真性情 但其实每次看她吵架时候也是让人捏把汗 毕竟谁也不想看尴尬的场景 某次宁静在录制节目时 因为意见不合现场娱乐家发生争执 一度让节目停录 谢娜当初参与录制舞动奇迹时 因为被评委点评所跳的恰恰舞媒节奏 谢娜很不服气当场反驳 而评委给谢娜打出了最低分 更是火药味十足 也是让谢娜气得直翻白眼 最后更是离席表示气愤 但是由于未明星录制节目时 翻脸却没有引起太大争议 并且很多观众都表达了理解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 台湾主持人康康 他某次在内地录制节目时 就当场翻过主持人朱丹胡可的脸 后来几经沟通 调整节目才得以继续 也算是朱丹主持生涯中的一个尴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中的一项 他在队中的一项中的三项中的三项中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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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鲜赛